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影片出门时是兔年的农历初二 在这里先公祝大家兔年顺利,事事进步 这段影片想和大家说说我在英国看完王志华的《毒涉大状》之后的影评 在进入《毒涉大状》的影评之前 先提提大家,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一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我在农历的年初一,下午1点在英国看《毒涉大状》 我问其他朋友在年三十、星期六看下午4点的朋友 他们说入场的观众也不算多 而我看年初一、星期一,下午1点的入座率大概有六成 也算不错 我再查看同一天,下午4点和7点的长置 网上订票率应该有七成 如果和这间电影与其他放映的电影比较 其实《毒涉大状》已经比其他印度片、西片卖了很多 可以这么说,在外国的眼中 《毒涉大状》是一部很受欢迎的香港片 我接触了几位看过这部片的朋友 在英国的朋友 基本上反映都说很好看 和好看 目前没有人说不好看 而我总体的评价是很好看 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 是因为它的剧本结构很完整 整个故事讲得很合理 故事人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清楚原因 而那些原因是不会强行来的 简单到有一场戏 王子华饰演的林良水 他成功逼到一个警署高层放他出庭 让他打最重要的一场官司 王子华说服警署高层的理由 也很合理 又非常合乎他做大律师的身份 与他法律上的专业优势 甚至王子华为什么能见到警署高层 编剧也铺排得很好 有一个原因 他才能见到警署高层 而见到警署高层的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竟然成为后来 王子华找到案件真相的关键 所以来到这里看到编剧的功力相当好 而毒涉大藏的编剧 同时又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吴韦伦 而由于剧本结构好 整部电影很容易带动观众投入 很容易令观众代入戏中的人物的处境 令观众很容易明白戏中的人的心态 而由于故事推进也合理 所以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上的变化 观众也很容易认同 觉得很合理 观众很容易觉得 如果他们是王子华的话 他们也会这样做 这就是好剧本的重要性了 例如其中 王子华是一个非常自负 但失意的大律师 他一心想做一个为钱出卖尊严的契弟 但他就因为顾着做契弟 竟然犯了一些法律上的低级错误 而结果 就累到王丹尼被判17年冤獄 之后他就由内疚 想负罪 到他被黑社会打 他都一定要坚持 再帮王丹尼平反冤辱 整件事的变化 就很合乎人性 很容易得到观众认同 而一旦观众认同的角色所做的行为 接着就会投入 跟主角王子华一起去查案 一起去想法 一起去打这场官司 所以 一部好的电影 如果人物写得好 观众代入了 戏里面的人物 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就很容易会红 另一个例子 是演王子华助手的杨施泳 亦是一个相当自负的女律师 一开始他看不起王子华 到王子华因为固住做契弟 而连累到王丹尼被判17年的冤獄 杨泳施就变成憎恨王子华了 但是 当谷德超说出杨泳施 你自己何尝不是因为水准不够班 所以一样是帮不了王丹尼 所以不可以什么都怪责王子华 杨施泳就决定再跟王子华合作 而巧合地 他就看到王子华 又渴望做契弟 赚大钱 就变成打死都不肯再做契弟 这个场面 于是两个人又变成合作无间的拍档 这两个人物的互动 非常流畅 很顺眼 很讨好 而到王子华去探王丹尼监 又有一场道歉的戏 那场道歉戏 完全不是因为为演一场戏而演的 而确确实实 那场戏里面每一个对白 都有前文和后理 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王丹尼 会接受王子华道歉 再次信任王子华和杨施泳 观众再看下去 完全不会觉得 没有理由 那么疑惹的 没有这种感觉 可以说 如果不是剧本结构好 就没有那么容易得出那么合情合理的戏剧效果 而由于故事完整 主线的人物就够山洞 够立体了 所以 编剧就可以发挥对白的力量 加插大量那些很有power的金具 在戏里面 其中这几日社交媒体已经看到很多了 已经开始 不断有人封传这些金具 包括 我宁愿被人打 也不想被天收 everything is wrong 等等 这些金具 如果没有合理的剧情去配合 很容易变成作状 很容易变成黑异的黑色对白 但现在 由于故事流畅 得到观众认同 再加上王子华擅长说这些金具 他一直都有这种节奏感 所以 《毒舌大撞》有很多金具 我相信日后 会成为香港的经典 讲完剧本 讲讲演员 我经常都说 同一句对白 你给同一个级数的演员说 效果可以截然不同 好像王子华 现在是什么? 子华神 大家都知道 而他 长期累积了一个形象 形象是 串嘴 尖喘黑薄 有时有些小聪明 有时缩骨 但是 心底善良 他建立了这个戏剧的形象 到今时今日 他去演《毒舌大撞》 他讲《林良水》的对白 就变成 怎样演都一定像 到了这个境界 总之 王子华就是林良水 林良水就是王子华 林良水这个大律师这个角色 观众从第一场戏开始已经觉得不陌生 因为 林良水一开口 观众已经联想到王子华 之前演过的角色和形象 所以现在再凭王子华演《林良水》这个角色演成什么 可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子华神这样的基础 只要他不亂来 已经必定令观众满意 一定满意《林良水》这个王子华的 况且《毒舌大撞》王子华也确实用心去演 绝对没有戏场 而其他角色又怎样呢 阿Dee固然生满 喜剧感就做到刚好 再加上在一部戏里面 是有介绍到阿Dee的家庭背景 令阿Dee作为师爷这个角色 在戏里面的行为和动静是很合理 而这个刚才说的 又是归功于片剧 在人物设计做得好 而杨诗泳演出合格以上 只是可惜杨诗泳的角色相对比较平面 可以说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他发挥 例如如果他有多几句对白 可以交代一下 杨诗泳的背景 可能会好一点 例如可以在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方家军 如果可以说一下方家军 在这个名字里发挥多一点 我相信人物再完整一点 而时间所限 泰国的角色不能在此逐个评论 例如黄敏德 承认到没有朋友 他演现在这个角色 他只是说对白出来就可以了 已经是入刑入格了 谢君豪演出金软山 也是合情合理地有主控官的抬刑 我唯一觉得出了问题的 是谷德超 我不知道谷德超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例如健康上的问题 所以他说对白的声线有点奇怪 而且很生眼 再加上他的角色设定 又是出现矛盾的 究竟他一方面教王子华去做契弟 另一方面他又鼓励杨施荣去帮王子华 令到他誓死不再做契弟 这里又交代不清楚 而好坏参叛的是黄丹尼 黄丹尼有几场探监的戏 我觉得演得很好 但是去到法庭戏 我没有一场满意 我真的觉得差一点点 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 每一场法庭戏 几乎所有演员都齐齐人 这么多演员 我估计 导演应该顾及不了 这么多人的戏份 没有时间 跟黄丹尼研究一下 他的戏份应该怎么演员 所以有几个场合 剧力是很强劲的 有爆发点的 但黄丹尼演不了出来 我不是说一定要演得很激 而是黄丹尼演不出 终于沉冤得雪那种激动 而且我作为一个挑剔的电影发烧友 去到ending 高潮 王子华代表黄丹尼打赢官司 为什么所有激情热血的戏 都去到那帮大律师那里 反而黄丹尼作为这个冤案的受害人 他才是受害人 他现在又可能终身监禁 变成无罪释放 他的表情反而只有一两个镜头交代 这里我有点不满意 我又谈谈这部电影的制作 老实说 导演镜头调度的功力 和电影剪辑的节奏感 真是很普通 甚至有点电视剧的感觉 例如法庭戏 几乎全部都是 粉领裁判处室内拍的 我看一部片的制作特辑 我看到 导演又拍了一些法庭走廊 楼梯这些镜头 但很明显 这部电影剪了 这个情况可以说 画面上很平凡 不过还好 有一帮出色的演员 和高水准的人物塑造 就遮蓋了这些不足 另外 有两个地方 我是不满意的 第一 最后那一场 一大群法庭听審的人 这群人的身份 我不剧透 但那些全群人都没有戏 而且 年龄和服装 太过统一了 这部份 令人看得不舒服 还有 他们很平均地坐在旁听寺 也是太过不自然 这个画面 簡直是一个瑕疵 还有 陪审团一样是武器 他们没有理由 一群人 一群陪审团 被人羞辱他们 然后他们没有表情 亦揭发案情的真相 又是没有表情 这里 真是失分 最后重点来 这部电影带出的信息 无论你多好的故事 多好的人物 如果那部电影没有中心思想 都很难成为经典 而电影的信息 通常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局势 社会气氛 和一般观众当时的心情 而电影有几样社会功能 是被人 Pas来的 第一是被人逃避的 你进戏院看到电影 或一闭燈 你可能到奇幻境界 可能看到着帽子 帽女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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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浪漫故事 平时你可能是看不到的 在那两个小时里 投入电影 让你逃避的世界 而第二个社会功能 是发泄 在电影里 你能发泄对坏人的痛恨 可以消灭坏人 又或者你不用到脑 总之一美笑一美笑,开开心心笑一餐 宣洩生活压力都可以 这就是宣洩发泄的功能 第三种社会功能是希望 在两个小时的观影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合格、英雄、小人物、下巴的人 打败强敌、消灭敌人 而你可能又看到基层的穷人继续努力生活 所谓的励志 几乎所有好电影都必然有这些元素 而这些元素发挥得越好 越表达得成功,观众就越认同越记得 而一部戏,观众记得的话 已经是成功的电影了 而今次《毒舌大撞》很明显是代香港人发泄 代香港人去骂人 代香港人去骂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而这一点《毒舌大撞》当然是非常成功 观众看到紫华臣法庭的对白 大部分都很开心 而我看那场有一些位置有人拍手 甚至我几乎想冲上台发表几句伪论 而电影里表面上完全没有政治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看到 香港所谓没有人敢惹他那些富豪 中家其实是代表什么政治势力 现在香港有能力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的势力 怎会是山顶中环那些有钱人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中家是暗示什么人 而且主角反派的还叫做中念华 是什么人呢 难道现在成哥可以令到香港人说 everything is wrong 现在有什么香港人会觉得那些富豪应该给天收 很少了 反而你说西环给天收 我想真香港人忍不住内心叫yes 所以紫华臣代香港骂爆那些权贵 真香港人当然收货 另外紫华臣在很多宣传里面也说了 他说毒舌大壮如果要改另一个名字 他觉得应该叫做法律合 而戏中他也表现出一种新的城市合议 这点我很认同 以往香港有大量的合议电影 合议器是香港的主流 也表现得很好 而香港社会你说它很现实很冷漠吗 它背后也有不少活生生的合议故事 反而大陆电影不算合拍片 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合议精神 而今次毒舌大壮确是表现出一种合议 另外现在的现实生活之中 你要找维护法律制度 实践公平公义的法官和律师 已经少之由少了 就算真的还有一些 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毒舌大壮可以给观众一种逃避和一种盼望 希望有朝一日香港再有甘远山 有淋梁水和方家军这些人物 最后毒舌大壮整部片 就是贯穿了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就是不要做契弟 不要舔契弟 我觉得这一点电影表达得非常有说服力 又不是很雪教 我就希望香港的朋友 现在就算你为世所逼 都尽量尽量不要做契弟 更加就不要主动去舔契弟 来到这里都是那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下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